繼續討論疫苗的事情就這兩天 斯洛伐克還有日本都贈送我們的AZ疫苗達到66萬劑 而六星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 將在這個月的29號配送到各個縣市 並且擴大開放給52歲以上的民眾接種 只要打過一劑AZ 間隔滿10週以上都符合資格 加上封肩完成的108萬劑莫德納 以及將近159萬劑的BMT疫苗 接下來可以說是疫苗的黃金期囉 但是公費流感疫苗10月1號也將開打 呼籲兩種疫苗要相隔7天才能再打 長榮班機降落後海關人員進行通關檢驗程序 9月26號早上6點13分 斯洛伐克贈送的AZ疫苗16萬劑抵達台灣 加上25號日本送來的50萬劑AZ疫苗 總共66萬劑預計在29號配送到各縣市 並擴大開放到7月22號之前打過AZ第一劑 間隔滿10週以上的52歲以上民眾施打 日本議員佐藤正九更在推特發文表示 贈送疫苗還沒結束將繼續提供必要的疫苗支援 預告還有疫苗將到貨 而除了AZ疫苗到貨量增加 108萬劑莫德納疫苗也將開打 至於存量最多的BMT疫苗 目前大約還有158.9萬劑 是否有機會開放AZ和BMT混打 來拼兩劑覆蓋率 指揮中心表示仍在研議 還是一直都採用大概是國外資料的收集 專家的討論加上有一些本土的一些實驗 那本土實驗還沒有完全的時候 那我們會參作專家的意見來辦理 而秋冬季節來臨指揮中心也同步公告 公費流感疫苗開打時程 預計分成第一梯10月1號給醫師人員65歲以上長者 等等共11類人施打 第二梯11月到15號 則開放50到64歲 無高風險的慢性病成人 但提醒民眾 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 最好間隔7天再施打 才不會有醫療之外的副作用 記者楊世絮所以宣傳太報導 好 我們要講到是國際上面 隨著疫苗的涵蓋率提升 不少接種率高的國家 像是英國 丹麥 新加坡等國 是漸漸的鬆綁防疫措施 選擇跟病毒共存的 但是回到我們國內呢 有醫師認為說跟病毒共存 是錯的 重點應該是在疫調 而不是疫苗 而國內的防疫是否也將 朝跟病毒共存的方向呢 這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跟病毒共存是一種心理建設 而不是目標 仍然會朝著清零的方向來防疫 Delta病毒在各國肆虐 接種率高的英國和丹麥等國 漸漸鬆綁防疫措施 選擇與病毒共存 外界好奇 國內是否也採取與病毒共存的做法 醫師省政南認為與病毒共存是錯誤的 新加坡並沒有大幅放鬆管制 但為什麼壓不住疫情 關鍵就在兩個字 疫調 新加坡因為疫調不確實 因此縱放病毒 究竟台灣要開放邊境 與病毒共存 還是要繼續鎖國追求清零 陳時中給了答案 但希望是清零 但一旦有大規模的這樣的一個傳播的時候 跟病毒共存 這是一種心理建設 那但是呢 我們在行政單位還是朝著清零來做 但防疫學會理事長持不同看法 王仁賢認為台灣社區要清零取決於篩檢政策 雖然與病毒共存是國際趨勢 但國內專家卻形成兩派不同看法 記者李英偉 王一仲 台北報導